Thank you, Pastor Tim 祝師妹平安 開心今天能夠和大家一起敬拜我們一起祈禱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招集我們每一個人來敬拜你 因為我們其實應該每一天每一刻都來敬拜你 今天我們一群敬拜你的人聯合敬拜你 求你越納 感謝你準備了我們的心 剛才敬拜的歌 你的名字是《Powerful》 《Beautiful》和《Wonderful》 只是這件事也值得敬拜 感謝你繼續與我們同在 祝福奉主耶穌救命求 Amen 是的 祂是值得敬拜的 其實神是很喜歡我們敬拜的 你同不同意嗎 Amen 神是否需要我們敬拜祂呢 神是否需要我們敬拜祂呢 其實神是不需要我們任何一個人的 但是神是愛我們 所以我們敬拜祂 就像跟祂聊天一樣 是一個回應 神是創造天地的神 是嗎 神是在舊約直到現在 其實沒有改變 祂都是這麼愛我們 就是這麼愛我們 所以祂跟我們納約 由舊約納到新約 這個創造天地的神 神拯救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跟神關係的基礎 以至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聖結的國度 對嗎 在舊約的時候 敬拜是相當之嚴謹的 嚴謹到怎樣呢 嚴謹到祂的地點 帳幕的地點 嚴謹到祭物和祭司的服裝 都是要毫無偏差的 毫無偏差到怎樣呢 就好像說如果我要收你49.5元 你不可以付50元 你說不用找又不行的 你說這麼傻 不介意啦 49元又不行的 就是這麼嚴格的 有時候我們看舊約的時候 覺得 哇 用不需要這麼麻煩啊 很麻煩啊 通融一點就不行啊 那我問你了 你嘗試上Online Banking 你打Password 打歪一個字行不行 不行的嘛 就是你笨豬跳 你笨豬跳 有沒有人試過笨豬跳 綁鬆了 你跳不跳 不行的嘛 所以就是這麼嚴謹 因為神是很神聖的 所以那時候祭司一年一次 大祭司 進去智聖所的時候 他是要 戰戰兢兢如理薄兵 他要很小心 第一 但是他又很興奮 但是他就知道神是輕萬不得的 這個也是敬拜神的一個態度 而敬拜神這個敬拜這個字的 敬拜神這個態度跟敬拜的意思其實是很一樣的 敬拜的態度跟敬拜的意思是一樣的 是什麼呢 是苦福在神的面前 怎麼為之苦福呢 苦福其實就是聽命 你記得舊月說的聽命是聖於什麼 聖於獻祭 我們聽命就是把以前舊月獻祭 把罪交給神 但我們今天沒有獻祭 但其實心裡沒有獻祭 但有時候很多時候我們疏忽了 我們現在獻不祭 有時候我們不祭 有時候又獻祭 我們其實忘記了 但我們其實要把罪交給神之餘 我們要把自己交給神 同意嗎 我們要把自己交給神 所以神呢 我女兒問我為何神要我敬拜祂呢 是不是好像很自大狂 其實神不是自大狂 神要我們敬拜祂 是因為祂愛我們 而且祂要我們脫離世界的網絡 世界的網絡 有沒有看過蜘蛛盒 蜘蛛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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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絲不出來 它要我們脫離世界的網絡 沖走世界的味道 所以我們不可以以今天的題目 僑雄 不可以以世界僑雄的心態 來敬拜神 我們要做屬靈中的僑雄 並不是世界的僑雄 所以敬拜 敬拜 不等於拜神 知不知道什麼叫拜神 拜神是在哪裡拜的 拜神是在廟裡拜的 敬拜都在哪裡拜 敬拜在教會裡拜 但是我們要防止自己在教會裡拜神 因為拜神就是要神聽我的話 神你要讓我敬拜世界的任何人事和物 但是其實敬拜神呢 我們是要聽神的說話 神的聲音 其實從舊約到新約 毫無偏差的 但是人呢 我記得馮牧師說的 人真是鬥禮的 人呢 整天都變得人是很差的 我也是很差的 人也很差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大家都很差 人是很差的 我們整天都不記得 提到今天 我們整天都不記得 但是我們很幸運的一件事 就是神呢 很愛我們 神呢 跟我們納約 從舊約納到新約 而今天《史詩記》 這個經文 其實《史詩記》整本書的目的 都是要我們回轉 我們聽到聽到 上次是吧 我們要重新敬拜祂 因為祂經常提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做祂眼中為惡的事 拜神就是為惡的事 因為我們沒有敬拜神 以色列沒有王 是不是 因為我們沒有當是王 記不記得 Pastor Chegg 說 武王館嗎 武王 其實《史詩記》是要當時的以色列的讀者 知道如何可以重新靠主去得勝 如何重新以神為中心 以及如何重新去敬拜祂 我重新聲明一次 神不是需要我們的 我們敬拜祂 是因為我們知道神 很愛我們 很愛我們 我以前信主的時候 我以為神是需要我去 侍奉和敬拜祂的 其實我之前說過了 容許我再說一次 就是 Pastor Tim 問我 有什麼可以侍奉神呢 那我就想來想去 都是唱K 我唱到Beyond 死路都要愛 其實我很喊的 然後我就祈禱了 我說我Beyond都可以 不如我幫你唱Worship Song 好嗎 隔了兩天 我就在二一那裡遇到敬拜隊了 然後就揹上結他 哇 還不在嗎 是否應了我的祈禱呢 然後他們還邀請我一起去練 哇 那時Benson也在 Terence也在 記不記得嗎 然後進去的時候 不知道是那一次 總之他們第一句練了三個小時 Kitty也在這裡 我記得 三個小時 然後我就知道 神是用很有愛心的方式 來跟我說 你聲音都可以省下 敬拜我不是讓你發洩的 敬拜我是要你來敬拜我 神很興趣 他又把我最弱的方面 用來敬拜他 就是什麼呢 就是讀神學 這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我也說過 我媽媽也是其中一個原因信主 她嘗試了三十多年 都不成功 神的力量真的很充足 祂要我去這樣敬拜祂 神用我的弱性 就是我最弱的環去敬拜祂 神就是這樣教我 告訴我 不是我 祂就是核心 如果你偏離核心 就是世界的網絡 所以我們第一點就是 我們要忠於敬拜神 忠於敬拜神 不是任何的人事和物 不是人事和物 你有沒有聽過黎明的這句 核心的外圍 聽過嗎 其實任何人事和物 都是核心的外圍 那核心的內圍是什麼呢 核心沒有內圍 核心就是神 人事物都是飄來飄去 像泥膠一樣 搓圓禁扁 不定 OK 神是永遠都在 神就是喜歡我們這樣 忠於去敬拜祂 神就是喜歡我們這樣 忠於去敬拜神 神是看什麼的 神是看內心的 神是看內心的 基殿當時我們也聽過 基殿開頭的心態是不錯的 雖然他不是很有信心 我們回帶回去看基殿 他當時的初心是怎樣 我讀給大家聽 18至20至1第六章 基殿說 求你不要離開者女 等我歸回禁禮物 帶來公在你面前 主說 我必等你回來 基殿去預備了一隻山羔羊 用一依法世面做了無敲餅 將肉放在寬內 把湯盛在湖中 帶到像樹下 獻在使者面前 神的使者吩咐基殿說 將肉和無敲餅 放在這盆石上 把湯倒出來 他就這樣行了 態度很好 雖然我們知道他當時 信心不足夠 但是他態度良好的話 神就會教他 我們態度良好的話 我們想去敬拜他 神也會教我們 神願意教 怎樣教呢 我們又回帶了 看看第六章 25至27節 我又讀給大家聽 當那夜耶和華吩咐基殿說 你取你父親的牛來 就是那七歲的第二隻牛 並拆毀你父親為巴力所足的壇 蓋下壇旁的木偶 在這盆石上整整齊齊地為耶和華你的神 足一左壇 將第二隻牛牽為凡製 用你所蓋下的木偶造柴 基殿就從他牧人中挑了十個人 照著耶和華豐富他的行料 好聽話 照著他這樣行料 雖然他沒有太多信心 他沒有太多信心 但是他肯聽聽 神就會喜愛他這樣肯聽 喜愛這種 其實這是一個真實的敬拜 沒有完全的人 但是我們肯就可以了 結果呢 基殿把巴力的偶像當成燒了 當成燒了 我們今天有沒有將我們世界裡的偶像 在神的盆石上高燒了他 我們是可以的 我們有沒有按神的吩咐來敬拜他呢 我們有沒有將我們生活生命裡的人 事和物 將他燒在發為神國的事去敬拜神呢 我們的本領 即我們的財幹 我們金錢 我們的時間 我們經歷 我們所有的能量 還是我們去神的國 我們好像拜神一樣 來求這些東西 這個是反過來的 是嗎 所以基殿 當初是蒙神喜悅 他在神的成功 那個勝利當中是有份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他的成功 為了他和他的人民 都帶來了一個危機 一個危機 因為人呢 是軟弱 和人呢 是會變的 有時候我們看聖經 我不是只說你們 我也是 我們看聖經 有時候看 重點 有時候會看錯了 當時的以色列人 都是看錯了 他看到什麼呢 他不是看到神的旨意 他是看到核心的外圍 人事和物 抓不到重點 那就糟了 所以今天我們先看看重點 我們先看看這個基殿 那個敘事 那個很簡單的結構 好嗎 我們先看看 看到ABCD 然後CBA 你大概都知道我想說什麼 危機開始的時候 沒有東西吃 然後神就下來 基殿拆位偶像 雖然他小信 但是神培養他 然後他慢慢組織到信心 拆位偶像 然後他部隊的聚集 部隊的聚集 就是300人 整萬人 又減減減減減減 300人其實就要告訴我們 一件事 不是靠你們 是靠我的 然後我們就看到神的勝利 唯一一個重點 勝利之後 其實人都是這樣的 部隊就分散了 和伊法蓮 又不合 又打狗仔狗骨 那些敘事 你回去有時間 你可以看 說不完 然後基殿 就墮入了偶像的網絡 然後 危機結束 以色列 在太平四十年 是不是 基殿 當時的不信 你可以看到 第一 D那裡就是個重點 高潮 危機開始 危機結束 高潮部分 基殿在哪裏的不信 它是沒有影響到神的高潮 是不是 神高潮之後 他們的分散和墮落 也沒有影響到神化解危機的命定結局 所以 重點是神 重點不是人 如果人 我們有時候參與了神的勝利 就不代表那個人一定是完美的 當然 反過來也說 沒有一定的 有時候神祝福你 不代表你一定是好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不一定的 當然你也不一定不好 但其實我想說的重點是神 神 神是可以用一些不好的人 我經常聽到教會醜聞 你聽過沒有? 聽過沒有? 聽過 是不是? 我有一個朋友 認識了很久 他跟我說 有一個教會醜聞 令他不再回教會 想不到神職人員也會這樣做 令他失望 令他失望 我都不敢了 有很多其他 納納納納納納的事情 那 怎麼看醜聞呢? 如果有不信的朋友來到教會 我想告訴大家 你不是看人的 神可以用他們 他當時肯定是大發熱心的 像我一樣 我經常說 我跟老婆說 我一定會洗完碗 是不是? 結果洗的時候 便便便說 原來還有鍋要洗 哎呀 真是糟糕了 我老婆便說 你怎麼了? 你不要洗了 讓我洗了 其實人就是這樣 但是神在那個時候用你 就是看到祂的榮耀 所以我們 有時候看教會 所有的事情 我們真的不要看人 我們要看神的榮耀 神命定的結局 神的意思是好的 要記得 好人呢 可以變為不好的人 不好的人呢 他也會回轉 史詩基督想我們回轉 不好看人 也不需要否定人的同時 否定神 這個就是忠於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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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呢 愛我們敬拜 喜歡我們敬拜 也不需要用我們的好處 因為神就是敬拜核心 神經常用一些很差的人 或者很差的情況 來提醒我們 神就是核心 有些什麼很差的人 我當然是說我 我很差的 好像剛才那樣 讀書很差 記性又很差 又沒有心情 如果我可以 我喜歡Yang Can Cook的口號 If Yang Can Cook so do you 如果我都可以 你們都沒理由不行 其實我讀書又差 我怎樣去讀書 最初很害怕 讀希伯來文 他們說什麼 學不來語 希伯來文 怎樣呢 教你一個字 好像蛇一樣 什麼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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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無聊 神用我無聊 有什麼蛇 皇帝有什麼蛇 然後我就記得 原來蛇就是解王 就是解王 大家記住 什麼蛇就是王 OK 這樣就記得了 那些同學 讀書很辛苦 我考試的時候 我七成的字都是這樣寫的 我一邊寫 一邊就在這裏笑 但我真的記得 我真的記得 沒辦法 就是這樣而已 神會安排你去做他要做的事 OK 有時候有些很差的情況 很差的情況 我們MIT 開始要改口 Tracy Crosspoint 有些小朋友想學結他 你知道我 我不會結他 但我會裝飾彈結他 我沒理由教他裝飾彈結他 是不是 我跟那個人 就開空頭支票 說 我幫你找人去教 祈禱一下 祈禱 祈禱 沒有底的 我自問 我在Tracy 那些中國人都認識了 我很自大 這樣想 都在我的電話裡 誰知道 有一次 Nelson的弟兄 就介紹了一個弟兄給我 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怎麼聚實給你聽 不過我嘗試一下 這個弟兄 他是基督徒 中國人 他是住在Tracy 我原來不認識他 我有一個不認識的中國人在那裏 原來他那時候 剛巧祈禱 他祈禱什麼 他說 我是中國人 我又懂得彈結他 我很想教結他 我又很想傳福音給中國人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得發揮 之類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祈禱 我忘記了幾天了 他有個朋友問他 喂 我要找教會 我住在德布林 他就說 我帶你去Crosspoint 然後他來到Crosspoint 然後再到Nelson 然後Nelson就說 我們Tracy有個事工 然後他就聯繫了我們 我們一談的時候 然後呢 我就說我騎肚子 有人教結他 原來他就告訴我 他也是一樣 結果呢 昨天 早上是我們結他班的第三堂 昨天好像有十三個人 我們都是奉主的名去教他們 這些就是最差的情況 沒有底 難道我立刻學結他去教 沒有可能 如果我教他們 就把核子領核子 一起掉進洞裡 是不是 其實這些就是這樣 敬拜也是 敬拜 突然間 我們一開始拋到頭 頭皮都出來了 怎麼敬拜呢 都沒有人彈 沒有人唱 突然間 Nelson又來 Jacob又來 很多弟兄姐妹 Jack又來 我們就可以敬拜了 我們將我們的同學 變成敬拜的形式 敬拜完之後 說十五分鐘的道 然後又敬拜 然後再吃飯 這些就是很差的情況 但是神在那裡顯示他的大能 所以我們不要敬拜核心的外圍 是什麼 人 事 和物 如果我們敬拜人的話 當一個人墮落的時候 我們就很可能一起墮落下去 我們看這個史詩記 參孫 參孫 不是三星 參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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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孫他有很多禮物 很大力的 他一輩子都沒有用過 他臨死才用 我們要學他 這些是否不死也沒有用 即是不死也沒有用 我們就不要做不死也沒有用的基督徒 臨死才用 不要學他 你學就大力了 基電呢 基電視探神 又說拿些羽毛出來乾 又濕 又抽濕機 這些我們學不學他 不要學他 那大衛 大衛又犯奸人 又殺人 他都可以了 那我做一下也沒有防 行不行 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給一次機會 我們不可以了 我們不可以學他 如果敬拜人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失望 甚至乎我們會失敗 我們看到基電由好 慢慢開始變到不好 以色列人因為敬拜他 他就由好慢慢變成不好 因為以色列人 他看不到神的榮耀 他不會敬拜他 他要敬拜神 有核心的外圍 而基電呢 他不知不覺地 已經成為了一個雙面人 你知道什麼叫雙面人嗎? 就是今天的雙面人嗎? 如果我們在教會裡 我們是一個樣子 出到世界 或者是另一個樣子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雙面人 我們一起看看基電 在勝利過後他如何改變 基電在以色列中間的時候 他是怎麼做的 我們一起看《史詩記》八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 我讀吧 以色列人對基電說 你既救我們 脫離米電人的手 願你和你的兒孫管理我 基電說 我不管理你們 我的兒子也不管你們 唯有耶和華管理你們 可以嗎? 很數靈 他說不行 我們去教會 榮耀歸給神 神就是我們掌管一切 在以色列的國內 他的兒子的名字 有兩個 一個是基鐵 一個是約坦 如果你有興趣回去看看 其實他的名字的意思大概就是 神是很足夠 神是很充足 神就是everything 真的感謝神 榮耀歸給主 但是原來基電只是說話而已 只說話而已 只是說話而已 是便宜 即是很便宜 基電 其實原來他的私生活 他過得就像一個王一樣 我們看看他的私生活 是怎樣的 以色列以外的基電 我們一起看一看 我讀給大家聽 八章三十至三十一節 麻煩你 基電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 因為他有許多的妻 他的妾就住在士劍 也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基電與他起名叫阿比米勒 阿比米勒 阿比米勒 就是爸爸的意思 爸爸的意思 我爸爸是王 你明白嗎 他在以色列的兒子 第一你要知道 他的兒子 在女家那邊 因為那是妾 聖經說 可以說他有七十個親生的兒子 就算了 聖經特意提出一點 他有很多老婆 都不夠 他還娶到一個妾侍 妾侍呢 那時候兒子是跟著太太的 他偶爾回去見一見 所以兒子很大機會很少見到他 但他就知道他爸爸就是王 他在教會就榮耀歸給主 出去了 榮耀就在我身上 因為我就是王 是吧 怎樣可以有很多老婆呢 男士們知道怎樣可以有很多老婆嗎 第一 你要有很多錢 第二 你要有很多權力 很多權兵 很多權兵才可以 即是我們看到 基電在他的晚期 已經利用了神給他 即是他參與成功 來換取金錢和他的地位 我就是王 即是我們在教會裡面 敬拜神 但我們在教會外面 我們也要敬拜神 同不同意嗎 同不同意嗎 我們不可以學基電 因為他的心已經不再太良好 他被世界吸引了 他追求的是錢和地位 錢和地位 有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神 祝福我的 我這樣說 不要太極 有雙方 但我講一個方面 神祝福我的 給錢我的 有時候我們 或者一些未信的朋友 他教會 看到很多人 可以賺錢 即是沒有口非 我很明白 又或者不是初信者 又或者已經信了 有時候都是這樣想 人是軟弱的 人是軟弱的 或者他覺得 我這樣做 神祝福我的 你記不記得 聖殿 有些賣祭物 賣白鴿的人 他們都是這樣想的 我相信 然後耶穌去到怎樣 掃牆 誰說的 嘩 說得很好 掃牆 掃牆 他那時候肯定說 神祝福我而已 掃牆 你猜他掃牆之後 第二天怎樣 就又開檔 是嗎 耶穌也是打到拳兵 他說他才是王 大家都記得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 是看自己的心 當然你做事 別人找你 很正常的事情 我不是說那些 大家明白 大家都是成年人 大家都有這麼差的智慧 都明白我說什麼 但是我們如果心做得不好 我們看的祝福 或者是一種詛咒 所以我們不可以學核心外圍的事 我們不可以敬拜他們 不要敬拜人 以及我們不可以敬拜事 有時候我們為了一件事 我們不知不覺敬拜一件事 不是敬拜神的 我們一起看以後的經文 八章二十四節 基電又對他們說 我有一件事求你們 請你們各人將所奪的耳環給我 原來仇的是以實馬利人 都是帶金耳環的 二十七節 基電以此製造了一個以忽德 設立在本城和弗拉 後來以色列人 拜那以忽德行了邪人 這就做了基電和他全家的網絡 這件事就成為了基電全家的網絡 什麼叫做以忽德 以忽德是一件好的東西 是祭司的衣服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以忽德呢 他是為了一件事 大家要知道 我剛才說過他和以法蓮是不對的 如果你看回第八章 以法蓮是不對的 到了他打了江山回來之後 你要知道以法蓮在士羅 當時敬拜的中心 是在以法蓮的地區 他們不對 他做過以忽德很大的機會 就是要改一改敬拜中心 不可以在士羅 他為了這件事 他為了他統治的方便 他為了他統治的方便 為了一件事 他沒有跟隨神的道 有些偏差 他沒有敬拜神 他敬拜自己 他方便自己 他改變了自己的工作 不再是神的工作 我們今天在這個DIY年代 知不知道叫做DIY 就是Do It Yourself DIY的年代 我們有沒有留意自己 在敬拜自己喜歡的事 或者我們喜歡的事工 其實我們不是喜歡神 我們有沒有敬拜自己 喜歡聽的道 譬如說道 有時候不好聽的 不好聽的 不適合聽的 但我們有沒有把心 原來真的敬拜神 我有時候也是 我不是只說大家 我去Youtube 我會選到聽的 我有我的偶像 我經常都要破了他 敬拜自己 會否是敬拜自己喜歡的遭遇 有時候 你敬拜自己喜歡的遭遇 然後你就不能成就 神在你身上的計劃 是不是 有時候你的遭遇 你信到神 可不可以不好 剛才牧師說 約失生平 遭遇的遭遇 但是他能成就到神的計劃 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敬拜自己喜歡自己的敬拜 有時候我們敬拜的歌 剛才我聽的敬拜歌 我真的很感動 謝謝他帶我去敬拜 集體敬拜當中 但是有很多時候 我感謝神 他給我去不同的教會 有些教會 他唱的敬拜歌 真的很不同 有些是很舊的 但是我發現 原來我們也是敬拜同一個神 聖靈的感動也是一樣的 聖靈的感動也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也是敬拜同一個神 神放我們在不同的教會 終於感動到我們回去教會 是配合他的工作 和去敬拜他 讓大家有一個多方面的敬拜 按照他的旨意 因為教會並不是一個建築 教會是一群基督徒 一群按照神心意的基督徒而組成的 而教會是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去教會 如果我們已經結束了 我們要有敬拜的態度 只管說請猜獻 否則我們就很容易 不是敬拜了神 而是敬拜了一件事 或者人和物 敬拜了一件事 敬拜了一個物件 就像以色列人一樣 敬拜了他當時用金做的以忽德 其實不用用金做的 以色列人就是經歷了神 沒有敬拜神 他敬拜外圍 不好意思 長氣了些 結果他們敬拜神 就變成敬拜神 把以色列的敬拜搬到廟裡 其實基督徒本來把神聖的以忽德 成為了當時吸入眼球的世界的工具 這個神是很不喜歡的 即是我們今天 我們的教會會不會成為了用金做的以忽德 會不會的 會的 會的 我們上次MIT 又要改後 Tracy Crosspointer 我們在這裡做了運動日 那些很多微信的人 就看到這裡很漂亮 平時他們不會問我 你是不是開教會 然後他們說 你是不是開教會 我說是 其實什麼時候 我問下年 快點吧 然後我就知道 或者他誤會了 或者他誤會了 我就告訴他們 你要預備這個教會 肯定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漂亮 因為教會只不過是結果 所以你不要期待到時候 有籃球場 有桑拿玉 有高級廚房 沒有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的預算是有限的 一切都是讓神去安排 那他就明白了 那他就明白了 因為我不想 他看到這個教會 他就結束了 以後 原來不是這樣的教會 正在敬拜教會 正在敬拜神 其實敬拜是很嚴謹的 非常非常嚴謹的 其實當時基殿做的金的義忽德 就好像毒品一樣 毒品 忽德 是不是 上癮的 人是軟弱的 你撕不脫這副癮的 要不是靠聖靈的能力 你同不同意嗎 很難撕的 這副癮的 如果你大肚子 你吸毒 你下一代會怎樣 有毒癮的 是不是 我們信神 不要說我們肉身的下一代 屬靈的下一代 你怎樣帶他 他就是怎樣 我們撕不脫這副癮 我們屬靈的下一代 就會鋪癮越來越嚴重 也不能怪他 又是核子 又掉進洞裡 基殿的壞榜樣 其實培養了阿比米辣 就是阿比米辣 他承繼了他什麼 他不是承繼了他在 事公上的榮耀神 不是敬拜神 他是成就了 他爸爸的野心 他打江山 他謀朝三位 當時基殿他不是王 但他做了皇帝 後來他就是要追尋權力和錢 以及他的利益 他的利益 他煽動了當時的分裂 令到那些人四分五裂 他怎樣做呢 他拿他外家 是不是叫外家 他媽媽 他和媽媽一起長大 在事劍那裡 在那裡 他籌款 我們建堂也要籌款 他又去籌款 但他不是在教會籌款 他在廟裡籌款 當時廟裡籌款 拿了錢出來請一群流民 來打回自己的親人 我們一起看看他有幾歲 九章五節 我讀吧 他往俄弗拉到他父親的家 將他弟兄耶魯巴黎的眾子七十人 都殺在一塊盆石上面 一塊盆石 你可以拿來敬拜神 一塊盆石 你也可以拿來殺人 同一塊盆石 換湯不換藥 成就了自己的野心 他用巴黎的錢 拿外面巴黎的錢 毀滅了神的國度 毀滅了神的國度 這個阿比米納 就是拿了當時僑雄的心志 就在神家那裡成就了自己的事業 我們今天必須小心 在耶穌基督的房角石上 我們如何建造呢 我們首先有一個態度 就是要學習和爭取 只是敬拜神的心志 我們要成就神的事工 成就神的事工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 因為情慾和聖靈是相真的 聖靈和情慾也是相真的 說兩次 這兩個都是彼此相的 使你們不能做願意 所願意做的 是不是反映現實 反映現實的 如果我們與神為敵的話 神是必介入和審判並且報應 即是他怎樣報應阿比米納呢 如果你看回序事 神是令到他們有內鬥 即是他們那幫親戚 有內鬥分化他們 阿比米納你看到他 真是一代的梟雄 他好像比他一把更厲害 他不用靠神 他打打打打打 最終他平復了整個動亂 一代的梟雄 他靠的是血氣的能力 我們看到他很厲害 但是神是很有趣的 非常幽默 幽默到怎樣呢 他怎樣令到阿比米納很難堪呢 我們一起看看以下這個經文 九章五十三節 在《史詩記》 有一個婦人把一塊上磨石拋在阿比米納的頭上 打破了他的腦骨 即是他打打打打贏著 去到宮城的時候 有個女人扔磨石就中了 這個言論是很低的 你嘗試一下 你叫你老公在這間屋下 你嘗試扔他的頭 很難中 擺明就是神的命定 很難中 而且當時 如果你用一個女人或者一個小孩 殺死一個僑雄 是其始大獄 你看回聖經 他很狼狽 找一個少年人 你也殺了我 不然有人說我被一個女人殺了 他是一個 《恥辱》 聖經的其他部分 都說你不要像他這樣 靠近城牆 被石頭丟死你 其實神就是 簡選世上最軟弱的人 叫那強壯的羞愧 拿一塊磨石 令他那麼狼狽地死 才發現原來他的腦筍還沒有生 是不是 一拼就死了 腦筍還沒有生 今天 弟兄姊妹 我們屬靈的腦筍 能不能生 如果我們生 敬拜神就是誠數的敬拜神 但我在跟大家事先聲明 我的腦筍還沒有生 我正在進行生的過程 我不想騙你們 我覺得自己真的還沒有誠數 一起努力 我們不可以成為世界的僑雄 我們要做熟靈中的僑雄 我們今天在教會 我們信了神之後 我們在哪裡去敬拜祂呢 第二點 我們要在聖靈和真理當中去敬拜祂 這個就是一起讀 我們一起讀 約翰福音四章二十三節 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然而時候就要到了 現在就是了 那時真正敬拜的人 要在靈女和真理中敬拜祂 因為祂就是想要這樣的人去敬拜祂 是不是 沒有說謊 但是你要看看 如何為之聖靈和真理當中敬拜神 如果你還沒有信神的朋友 你沒有辦法在聖靈中敬拜祂 因為你要跟神立約 這就是新約 你要跟祂立約 你要信祂 認了自己的罪 不只是交些罪給祂 你要把自己都加起來 給祂獻上 為一個剛才唱的時候 記得嗎 活祭 不要不祭 不要獻祭 你要獻自己給神 榮耀祂 敬拜祂 在真理當中 真理是怎樣可以得到呢 真理是可以多方面得到的 真理有什麼地方得到呢 你告訴我 聖經 去聽道 去合作 去跟教友一起吃飯 小組 有很多機會 我們要在聖靈和真理當中敬拜祂 其實無時無刻 無論你在哪裡 就是信用卡廣告 你去到哪裡都可以用 我們是去哪裡都可以敬拜神的 我們今天 其實舊約到新約敬拜 態度依然是非常嚴謹的 以前 大祭司 一年一次才可以敬拜神 去祺聖所 十年 他還要抽籤 都沒有兩三次的 敬拜神 我們今天 隨時隨地可以敬拜神 只要我們用心來敬拜神 整天都可以敬拜神 你說是何等的榮耀 對不對 好榮耀 這是敬拜神的一個好機會 我們什麼時候都可以獻祭 我們獻什麼祭 我們獻的祭是耶穌十字架上的救恩 他幫我們一次過搞定 我們便獻為活祭 這個就是多方面敬拜神 因為耶穌的救恩 令我們敬拜神 變得非常方便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救恩 敬拜神 和敬拜是相當嚴謹 我們不能將這種方便 成為了敬拜神 一個隨意的態度 對不對 好像以前 香港經常沒有水 你等水流出來 排隊 今天你忘記沙水喉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疏忽 我經常都疏忽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我相信你們也是 人來的 多多沒有好人 但是我們有個神 神是好的 聖靈會幫助我們 今天我們的老筍 熟靈的老筍關上了 我們要練習 我們要不要做世界的梟雄 我們要做熟靈的梟雄 你記不記得 我以前跟國梟雄 有看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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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國梟雄 要長做的 我那時候在香港做事 吃糖水又聽見他說 走街又聽見他說 人生有幾十年 是不是 喂 人生有幾十年 各位 人生沒有幾十年而已 我們現在就去敬拜他 或者你年紀開始大 你覺得都不行了 喂 摩西八十歲才做事 喂 大佬 年青人都有很多時間 喂 你不要去羊碼頭參觀 牧師剛才說親戚來到 肯定帶到羊碼頭 我也帶了我的表本去 你不要去羊碼頭參觀 你去墳墓參觀 看看是不是每個都是老的 很多年輕的 有意外的 我們要把握我們的當下 把握我們的當下 最後我想說 如何為多方面敬拜神 無論是順境和逆境 我最近認識了一個弟兄 他叫Jacob 神安排了他 我們聯繫了 我們聯繫了 他 令我記得以前我的初心 我以前經常寫文 我很喜歡 敬拜神 因為我喜歡 沒有人知道 我看到他 他寫文 寫得很好 我很喜歡看到這些人 他很鼓勵我 然後 他的編文 等等 抱歉 抱歉 他 不如你自己看 說不夠 他說 那時候 有份工 結果就沒有做 原來是被人抄牛肉 我真的感謝神 因為我沒有去到 我沒有拿到這份工 我現在也不會失業 然後他就突然反省 他說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要這樣呢 無論得時不得時 我不可以因為神這樣保守我 我就感謝祂 神給我不好去遭遇的時候 然後呢 我也是感謝祂 對嗎 就是這樣 我看到祂在思念中 敬拜神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在思念中 敬拜神呢 其實如果你願意敬拜神 神是會等你的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碼 一起讀吧 十八節 求你不要離開者女 等我歸回將禮物帶來 公在你面前 主說 我必等你回來 只要你求神不要離開你 神呢 一定是等你回來敬拜祂 所以 如果有做錯的弟兄姊妹呢 我呼籲你回轉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做錯呢 我呼籲你獻卑 如果你不是經常敬拜神的話 我呼籲你多些 不只是回來教會 在你的私生活中也敬拜神 我們一起祈禱吧 感謝天父 讓我們更加懂得去敬拜祂 因為祂是值得敬拜祂 祂是能力的 你是美麗的 求祂繼續將我們逗禮的人 變得索造得更加美滿 合理心意 給祂所用 不停敬拜祂 感謝祂聽我們的託告 託告奉主耶穌基督名給 Amen